以長江存儲華為中心大疆無人機 它是全面的封鎖 中國經驗製造商的長江存儲是非常可憐 它在日本有6家公司 也被美國另類的封鎖了起來 大家知道伊朗的核武問題 一直是中東的火藥庫 那麼明明2015年那個事情好像就要談好了 在歐洲看了好多的會議 可是經過川普階段再經過拜登階段 顯然呢是反來覆去 到了2022年的年底啊 拜登私下表示 而且這個私下是不太私下 是所有媒體都可以知道了 認為和伊朗的核武的這個任何約定談判 幾乎是已經完蛋了 換言之用白話文講 就是對伊朗的核武的約制 沒有效果了 既然對伊朗的核武約制沒有效果 那麼伊朗和誰友好 伊朗友好的當然是中國 還有俄羅斯了 請注意也就是說這三個國家都是有核武的 那麼伊朗對著誰幹呢 伊朗和以色列也好 或者和蘇利阿拉伯也好 他們當然真的不友好 和過去伊朗那也不友好 大家還知道有兩裏戰爭吧 而有海灣諸國吧 因為伊朗是屬於波斯帝國的現代傳人 他和阿拉伯民主還不是一回事 大家千萬別以為 穿的有點像就同一個族群的不是的 因為光一個中東地區就有五股勢力之多 我在這給大家稍微做個點個型 一個是阿拉伯勢力 第二個是波斯勢力就是伊朗勢力 第三個是以色列這個猶太勢力 再來一個是土耳其的勢力 還有一個是庫德族的勢力 大家一看光是這五大勢力 在一個不太大的中東 你說怎麼可能會太和平呢 所幸是這樣 除了核武以外另外是石油問題 大家知道石油大家都需要 不過那是在工業5.0以前 工業5.0有了核聚變的 借海水發電以後 石油的狀況性會下降 逐步下降 但是不是馬上 他恐怕到2050年以後 才能夠全面的到來 可是因為石化產品還是需要石油 但就不是控制住車子 火車 飛機等等的能源 因為能源的主要動力的需要 就可以透過核聚變這種乾淨能源 或者要終極太陽來加以解決 同樣在中東那邊 伊朗 這問題顯然已經絕對的解決不了了 而美國顯然是半放棄中東 可是美國有一個不能放棄的是誰 你可想而知知道我要講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那個千年不死的內塔尼亞胡 內塔尼亞胡總理 他又選上了 他和極右翼的四個政黨聯合起一個內閣 就在2023年要宣誓就職了 而這內塔尼亞胡為什麼這麼有力量呢 以色列人口不太多 地方也不太大 可是他卻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是優太人的祖國 但我提醒大家 優太人可是有兩個祖國 另外一個祖國就是美國 而且優太人控制了全世界最主要的金融產業 也控制了軍火產業 那你認為美國的主流經濟會不會就是在猶太人手中呢 答案是是的 於是猶太人的第一祖國以色列這邊 你認為美國會不管嗎 不會 所以美國對於中東的態度是可以所有都不管 但是他以色列不會不管 所以他只需要照顧以色列安全 換句話講 如果伊朗威脅到以色列安全 那美國還是要動作的 可是伊朗如果威脅到其他阿拉伯蒙古 其他相關國家這12個國家的安全 那美國是不是一定管呢 那就未必了 雖然例如像沙烏加阿拉伯美國也有駐軍 可是美國會不會用力管那就很難說了 回到以色列的內塔尼亞湖 內塔尼亞湖這邊標示著 即便他在背說有多貪污 有多麼的黑金 他仍然是目前以色列一個強大的政治勢力 這種勢力如同Taxing在泰國 這個Taxing我特別給大家提個醒 Taxing在泰國 他同時他代表一個華裔客家的力量 這在其他的篇幅裡面 我們會給大家另外的說明和介紹 我把這兩個作為對比呢 是代表東方西方各有一種 強大的政治家族的長期存在 你是不能忽視他的 那麼內塔尼亞湖在以色列的世界 直接在猶太人的世界裡面 就像泰國的Taxing那種華人客家人 仍然在這種中南半島裡面 他有著強大的威力是類似的 那內塔尼亞湖一旦重新上來 幾幾乎你可以想像 過去他對抗中東的邏輯會重新復燃 那也就是說中國在這裡面 前面所安排的各種功課 會因為內塔尼亞湖上來以後 要做一個全面的重新編輯 這是未來中東的新資訊 你來到的是歐崇敬的天下大事預測 網友提問 美國日本荷蘭共同完成協商禁止銷售 光刻機在14到1奈米之間的可製造機械 中國晶片製造商 中國晶片製造商的長江存儲是非常可憐 他在日本有6家的子公司 也被美國都另類的封鎖了起來 美國封鎖中國的科技公司 已經是數十家 特別只要跟晶片有關 而且他不容許任何美國 跟美國直接垂直可以相關的 可以跟設計 或者是晶片製造的任何一點點的技術 供給給中國的晶片商 以長江存儲 或者是華為或者是中興 乃至於是大疆無人機 或者是海康威視 這幾個重要的大巨頭 為主它是全面的封鎖 但你不要以為只有這些屬於硬體的 它是連軟體也是 例如7虎360 他一樣是牢牢的把它給圍堵起來 而且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美國已經透過政府 政府 明令的告訴 相關的各級它可以影響的單位 不可以用抖音這樣的一個APP 不管你是安卓體系 或者是iOS 你用的是蘋果 或者是哪一家都行 你就是不准用抖音這個APP 還好 他至少還沒有說小米機跟歐寶機 你都不能用 他也還沒有說華為手機不准拿 可是他對於部分APP非常的講究 所以我講了抖音 不准用在美國這邊合影明令 你就可以知道 他們所注意的範圍 並不僅僅只是晶片硬體 還包含著軟體的世界 那麼他有什麼樣的證據呢 或者說他有什麼樣的顧慮呢 理由很簡單 當然是所謂的國防顧慮 請注意這個故事是從2018年 孟晚舟華為的故事 一直到2022年到23年的抖音的故事 是全面的圍堵 這個圍堵一路到我們這裡要所說的 他連荷蘭的光刻機都管 他要管的是1到14奈米 也就是他不只是管先進製程 所謂的先進製程是1到7奈米 可是7到14奈米 也就是說包含10 12 14 這種是成熟製程啊 他 抱歉 他也管 所以這裡面顯然 他只希望讓中國留在14奈米 其他的部分 他能把你給鎖住 就把你給鎖住 因為每一代啊 你需要花的時間是2到3年 而且那個2到3年 還要有許多國家配合 還要造成一種 晶片開發的孤立現象 也就是說 你中國只能自行開發自行研發 如果你沒有日本 荷蘭 臺灣 韓國 美國的配合 那他看你有什麼辦法 可以突破 每一個階層的奈米的工法 都涉及到數百道的工法 這些相關的配合 你都能夠完成嗎 這確實有高難度 也就是 美國要賭的是 中國他不讓他邁進工業5.0 他把中國鎖在工業4.0 也就是5G 大數據 還有電動車在這裡 中國確實稱霸了 所以這點在工業4.0裡面 中國把美國嚇壞了 所以4.0另外被切出 5.0就在量子電腦核聚變 還有大腦的晶片與AI的連結 再加上自駕車這幾塊 都是美國想要嚴格限制 中國往這裡發展的 聽清楚了 美國不讓中國從工業4.0 跨性5.0 本來這個4.5.0還真的是連結在一塊 現在這個局面是已經真的是 敬畏分渠了 大家終於聽懂 他何以守住4.4奈米 他就嚴格的把他給鎖在 現在的狀態中 就好像說你比亞迪現在勝過特斯拉 對 但是他讓你就停在此刻的比亞迪 他不讓你進到 下一個階段的5.0的自駕車的新比亞迪 這樣大家就能明白 美國在打什麼樣的算盤 而何以他又要把台積電給綁架到Arona 也有他的原因 李來道老師 歐崇敬的天下大事預測 我們讓觀眾帶來問問題 網友提問 美對台出售愛國者三防衛力擴大了7倍 並在台西海岸線不止可移動4導彈 我們知道台灣西部的海岸線 總共有14段的海灘是可以搶灘登陸的 也就是說如果要進攻台灣 從台灣海峽的話有14段 而這14段呢遍布的美國說賣給台灣的防禦性武器 而最近的愛國者三呢同樣是這裡面的重中之重 我們知道愛國三他的防衛力跟愛國是2差距很大 他的角度一個是90度一個是120度啊 而且補中的飛彈他同時間可以控制18枚之多 要不然啊就不會那麼慎重情勢了 剛才我已經說了拜登要給一套給澤列斯基 而且這還不是大家都有 因為整個歐洲才有16套 你看啊歐盟各國還沒有美國國家擺一套 所以表示愛國者三他不是蓋的 那在台灣也有這麼一套 那麼就是台灣的西海岸的防衛力 顯然就特別強大 當然大家別忘了 他還通過法案 因為台積電去了以後給了一個100億的法案 給我們相關的導彈加以補助 一直到2027年每年補助20億美元 在這個區塊意味著是加強台灣 對所有可能攻擊的對象的打擊力 這愛國者三當然是在這裡面的一個重要表現下 如果大家不太清楚愛國者三有多大威力的話 那我們來做一個很清楚的對比 那就是相似性的武器 例如俄羅斯的S300已經是很出名了 可是俄羅斯的S300是比不上愛國者三的 雖然普京很自誇他的S300 但是即便是拿出他更新的S400 這套系統都未必比得上愛國者三 你剛才是看這個出售的價錢就知道 差了一大截 即便是S400的售價都還沒有愛國者三的一半 但是愛國者三他所需要動用的訓練就不一樣 他需要到90個人 雖然最簡單的操作可以三個人就行 而且他的訓練需要達到10個禮拜之多 其實大家聽到這就曉得 凡有愛國者三你必定和美軍有合作 你也必定要請美國的高階軍官成為你的國家的軍事顧問 當愛國者三擺在台灣意味著美軍常態性的 會派出很多軍事顧問到我們現在的重要地帶來成為指導的人員 這當然對於中國來說 它是另一種威脅和壓力的 你來到的是我們的天下大事預測